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尽管澳洲官员近期不断以致函致电方式 想要跟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磋商贸易问题 不过中方至今没有做出回复 同时中国跟新西兰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由于澳洲跟新西兰产业结构类似 亦使得澳大利亚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更难以挽回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中澳2020年发生贸易争端之后 时任澳洲贸易部长博明翰跟其他几名政府部长 曾经多次试图联系中方官员 不过都没有得到回应 而日前新上任的贸易部长提恩也表示 自己给中国新任商务部长王文涛写了一封信 希望可以重启双边对话 以及澳洲在许多问题上想跟中国接触的强烈意愿 不过目前为止依旧没有收到回信 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上个礼拜回应表示 中澳关系当前的困难局面不是中方希望抗建的 希望澳大利亚方面可以多做出有利于中澳互信跟合作的事情 推动中澳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二级了解除了提恩之外 还有几名澳洲联邦官员们也曾经致电中国部长 不过他们遭遇跟提恩一样竟没有收到回电 同时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6号跟新西兰贸易部长欧康纳 透过视频方式正式签署升级版的贸易协定 其中规定到了2024年 新西兰出口到中国的所有乳制品都将免除关税 由于新西兰跟澳洲产业结构类似 中国内地一柄乳业分析师张细表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但是澳洲政府不但对中国进行反倾销政策 还多次否决中国企业在澳洲投资 到头来影响的依旧是澳洲乳业发展 澳洲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报导称去年9月国际会计事务所毕马威 跟悉尼大协联合发布一份报告显示 2019年中国对澳洲投资已经同比下降 58.4%到34亿澳币 折合大概201亿港币 创下2007年以来新低 而事实上透过经贸手段威胁各国 已经是中国近几年的惯用手法 也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厌恶中国的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为了开发5G技术将成立跨国通讯安全基金 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共享情报的物业联盟 以及日本共同参与 以应对华为等中国企业 正合媒体报道根据日本独卖新闻跟日经中文网 为了阻止中国制造5G设备普及 美国将跟关心紧密的国家 包括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 盟友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跟纽西兰 以及日本形成对中联盟 共同掌握5G开发主导权 有关5G技术的开发跟设备供应化的网络强化 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跨国通讯安全基金 以支援各国政府企业直接的合作 基金的设立已经被纳入 美国今年1月通过的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根据相关条文 要进行安全而且值得信赖的技术开发 强化设备供应链 并且跟可信赖的企业合作 这些基金总金额还有待上亿 但是美国国会曾经提示 基金规模大概会是5亿美元左右 而利用时间长达10年 英国经济预测与商业咨询机构 Omedia表示 包含5G在内的通讯基地台 在全球市占率以华为占33%之管 报导指出汽车、医疗、电力等各个领域 都是要用到5G 不过这可能会被间谍网络恐怖攻击利用 形成安全屏障上面的不安 因此美国、英国加强排出 中国、电信、剧情、华为等中国企业 而各国为了取代中国企业的势力 已经开始致力于开拓供应网 美国拜登政府目前也在高科技领域 对中国维持强硬姿态 预计日本也将持续跟美国保持一致步调 而主导这项基金构想的 美国民主党及联邦参议员华纳 在接受独卖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 包括5G在内许多技术领域 美国有必要跟同盟国的密切合作 而日本是无线通讯技术的领头羊 也是创现基金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美国国防部本月1号宣布 将为澳大利亚稀土生产公司莱纳斯 在德州建立一座稀土处理设备 提供3040万美金的资金 以生产这种可用于制造武器 电子产品跟其他商品的特种矿物 这是五角大厦授予莱纳斯的 第二个稀土项目 去年美国国防部也为 莱纳斯的重稀土项目提供生产资金 综合媒体报导 稀土是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 是手机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重要原料 也被运用在电动汽车 锋利 迅沃基道 导弹制导系统等 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 占全球稀土产量60%以上 美国2019年高达80%的稀土化合物跟金属 都是由中国进口 不过受到近期美中局势紧绷的影响 中国工信部上个月15号还宣布 将紧缩对稀土产业的管制 包括开采跟出口 也被认为是要剑职美国 而日新亚洲评论分析 美国致力于建立合作伙伴 围堵中国之余 更要留意中国当局会使用 稀土作为报复工具 而中国认为稀土是他们在国际外交领域 取得优势的战略资源 因此经常使用这个手段作为规矩工具 美国跟日本都曾经深受其害 2010年中国跟日本因钓鱼台线路纷争 中国就曾经切断对日本的稀土出口 为此白宫在2019年就下令美国国防部 致力推动国内稀土产量 而澳洲稀土生产公司莱纳斯 去年跟美国合作伙伴蓝线公司 就曾经获得美国国防部提供的生产资金 在德州新建加工厂 处理磁铁所需要的第一支类的重稀土 而这次稀土处理建设设施 也是由五角大厦授权莱纳斯的第二个稀土项目 由于莱纳斯是目前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 唯一的稀土生产公司 从2019年开始就传出美国、澳洲跟日本要共组稀土联盟 避免未来再次被中国威胁 最近几天日本新任的驻澳大利亚大使 山上信吴就曾经大力称赞 澳洲面对中国压力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 而且也重申愿意协助澳洲开发稀土 共同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根据星岛日报的消息 被称为香港民主派军师 前民主动力以及征浦县联盟召集人郑宇硕 已经在月前离开香港以及澳洲 报导指出郑宇硕去年6月27号 最后一次在自由亚洲电台公开露面之后 节目宣布他因为健康状况需要休养 之后8月传出他已经离开香港的消息 不过当时并未获得真实 而直到去年12月28号 郑宇硕以视上方式 在花生台节目一股花生出现 也承认自己目前身处澳洲 并且扬言自己会进行远居抗争 此时他短期之内都没有回到香港的打算 报导指出近年72岁的郑宇硕 年轻的时候在澳洲留学 1980年起的澳洲国籍 香港回归之前曾经在港英政府中央政策任职 是前港督彭定康新政事团队的核心成员 香港回归之前 郑宇硕主动放弃中国国籍 其后成为民主派要员 曾经是民主动力真铺现联盟召集人 期间他曾经任城市大协政治协讲座教授 2015年退休之后 郑宇硕曾经参与策动2014年的战中运动 也被视为泛民派的军师 不过在反修例运动期间 他转趋低调 刻意跟示威者划清界限 事实上中国在去年强行推出香港国安法 之后港府开始大规模拘捕泛民主派人士 并且将他们扣上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煽动叛乱 勾结境外势力等罪名 一时之间香港人人自危 许多人现在不得已 只能告别土生土壮的家乡 远走他国 根据香港青年创严库 在今年1月8号到13号期间 访问525位18到34岁的香港青年 告杀结果发现 有将近三成的人有移民打算 而他们想要移民的前三个原因 分别是香港国安法的实行 占据了50.7% 特区政府管制令的失望 占据了49.3% 以及认为社会撕裂严重 占据了31.3% 而在整体受访者里面 43.6%的人对香港未来不抱希望 另外有76%表示不信任香港政府 同时调查结果也检视 受访青年认为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前三项分别是自由 民主以及法治 不过他们对香港可以持续保持 各项重要核心价值的信息 平均竟然只有4.07分 澳洲打算立法强制脸书跟Google等平台 就新闻内容付费给媒体 而Google先前表示如果法令真的通过 该公司将要停止澳洲的Google搜寻服务 不过澳洲媒体报导 微软已经跟澳洲总理莫尼森取得联系 表示他们很乐意接受Google留下的市场空缺 让并成为主流的搜寻引擎 综合媒体报导 澳洲政府制定强制性新闻媒体溢价法 将迫使脸书跟Google付费给提供新闻内容的媒体机构 对此脸书跟Google都扬言 如果新法规上路的话 他们将切断在澳洲的重要服务 Google澳洲总市长总经理 希望上个礼拜告诉澳洲国会 如果新闻付费法规成为法律的话 该公司将会把人气搜寻功能撤出澳洲 不过根据澳洲媒体消息 莫尼森上个礼拜跟微软执行长莫德拉 以及多名高层进行会谈 虽然内容并未对外公开 不过澳洲财政部长弗莱德·根伯透露 双方的谈话重点围绕在微软的搜寻引擎病 消息来源指出微软执行长纳德拉 他表示如果Google真的退出澳洲的话 微软搜寻引擎病将会扩大服务 并且强调自己有信心可以用病来取代Google search 微软一名发言人也证实相关讨论还在进行之中 不过他拒绝发表评论 而Google代表目前也没有对事情发表看法 不过有消息指出上个周末 脸书行政总裁马克伯格 曾经要求澳洲召开相关法律的会议 不过澳洲拒绝修改法条 目前莫尼森、微软跟Google都非常低调 不过根据产业数据显示 在澳洲搜寻引擎服务当中 Google市占率高达94% 位居第一 而病虽然是第二受欢迎的搜寻引擎 但占有率仅有3.7% 如果Google真的推出澳洲市场 用户是否真的可以接受第二顺位的病搜寻引擎 而微软又该如何因应新法规之中的版色议题 这些问题都让外界非常关注